清洗粉末的時候 用那個烤盤在後面 疊高 約45度 之後 用常溫的水 將裡面的粉清乾淨 連續這個動作多做幾次 之後 燈 粉裡面也都乾淨了之後 再將 這個篩頭拔下來 他將 裡面的粉也全部清乾淨這邊也是 之後 拌下來看 裡面有沒有卡粉 有也是把它清一清 在裝的時候看看這個 紅色的Olin在不在 在裝回去的時候如果裡面有粉的話也是 將用回去之後 再倒清水讓它清洗乾淨 全部用完之後用乾布 將裡面的水分 清一清 清完用那個吹風機 將裡面吹乾 這邊也要 讓它吹乾 測乾完之後這樣就可以了 在那裡 打煮一下 就算了 我們再煮一下 就算了 有些水分 有的